那接下来看看先生第二关键词 孤单让人寂寞 就又孤单又寂寞的啊 先生 这怎么回事 老伴去世以后吧 就觉得一个人生活 确实是特别的孤单 是吧 你们共同生活了多久啊 共同生活有40年吧 40年多一点 过得还是很和谐的是吗 对 你们都是比较安静的人是吗 对 他也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我也比较内向 所以就处得比较不错吧 生病了是吗 对 后来他是生病了 脑萎缩 脑萎缩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病症呢 他是06年退的休吧 然后08年 然后就往后慢慢就越来越重了 一开始能自理 半自理 到后眼就不能自理了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后面都是您来照顾他吧 对 后眼都是我一人照顾他 最后几年他就是 基本上就是植物人了 植物人了 那到最后这二年呢 就顾了一保姆 那会儿都需要鼻塞了 那您是从一开始 做饭给他吃 他自己吃 后来变成要喂他吃 对 后来要喂他吃 对对对 那后来要给他 把他都做成流食吃 对 用那个搅拌机 给他打醉了 然后流食 那从06年生病 一直到他走多少年 他是19年走的 13年吧 13年但是前一阶段 他没有那么重啊 他能自理 半自理 是吧 后来就越来越重了 真正说特别累人的时候 也得有个五六年吧 那家里外的就是 全是我一人了 是吧 孩子也在国外是吧 那会儿他还没去国外呢 但是他 他们也工作比较忙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帮着我 我 因为我身体都好 也用不着他们 对不对 我一人这些活儿 基本都干了 那男的会给他献花吗 我说能 特别 就这么默默地照顾了妻子 十多年把他送走了 对 其实照顾妻子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是身体上累 但精神上你们还是在共鸣 后来就不仅身体上累 其实精神上也很孤单了 对 因为他已经不能交流了 对对对 他说不了话了 所以又孤单又寂寞 嗯 嗯 那爱人走了这几年呢 您再慢慢调理自己生活状态是吗 嗯 他走了二年多了 一开始还是有点不适应 嗯 但是后来呢 你怎么也是 你得面对现实啊 是吧 慢慢就适应了呗 嗯 不适应你也得适应啊 是吧 咱们面对现实吧 这位先生是和一号先生 截然不同的性格啊 对 两位男士都很优秀 都有他们的特点 也就是不同的女士 会欣赏不同的类型啊 先生如果再找另一半的话啊 嗯 希望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呀 最好是能缩到一块去 是吧 嗯 性格啊差不多 反正互相包容一点吧 那像刚才一号女士那种类型呢 他那个是什么 迟到三次就拜拜了 对 对 对一号女士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没对上眼 嗯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因为一号女士在下面说 哎 这先生不错 我挺有好感的 能帮我问问先生对我啥印象吗 我就转达了一下 嘿 真快 您觉得对先生这样的生活怎么评价呀 女士 还是离我有点距离吧 为什么说有点距离呢 我要有时弹琴一弹半天 我这不冷过人呢吗 您介意这个吗 我不介意这个 如果真要看上去这些都不成问题 对呀 就你弹琴他在那准备饭 对 你弹完琴俩人一起坐 是吧 对呀 或者您去溜弯 您在家开鞋 当我人家去 冷碌人家 但你跟谁不都有这个问题吗 您不可能四手连弹啊 不是也有心情爱好的句 就那什么 可以在一起接受吧 即使是同样喜欢音乐的人 他也未必能够参与到您的乐器等 就是您的这种爱好当中 比如说因为音乐分很多种 古典音乐 现代音乐 流行音乐 对不对 您喜欢的可能是流行音乐 人家对方可能喜欢古典音乐呢 它依然我们不代表 可能会有共同话题 所以就是您很着急的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人 好像跟我某一个点不契合 但是您忽略了其他契合的点 我赶紧到地方还是演员 喜欢这个人 就能帮我这个人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三号女士了 二号先生老师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祝福呢 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我特别喜欢您的性格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智慧 您说话的时候 那个说话是慢慢悠悠的 但是该表达的观点 非常坚定的 其他的地方呢 有无需质疑 您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对老伴的这种照顾 十几年 我非常佩服 久病床前的吴孝子 大家这么说 您照顾爱人 而且呢 就是这种 我能够想象得到的 非常艰难的 非常折磨人的岁月 没有带给您 您身上今天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那种 很憔悴呀 很低落呀 没有 我觉得您脸上笑不吱的 是吧 好像慢条思理的 能够把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安顿得很好 给人一种很好的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叔叔您不愁找 肯定会有电视机前的 或者是厂商的阿姨 愿意跟您一起 很好的携手过下半生 突然就下来了是为什么 没有 看个慢慢的 就想听听老师的大家评价 然后再考虑是吗 对